今年是中法建交60周年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应法国总统马克龙的邀请 星期天启程到法国 展开了第三次国事访问 两大领导人在巴黎会晤的谈话内容 引起了国际社会广泛的关注 两地学省期待中法巨头 可以创造更多文化交流机会 保持双边友好贸易合作 以及延长免签措施等等 就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在法国巴黎展开任期内的 第三次国事访问之际 两地学省也希望双边关系 能更上一层楼 进一步促进中法文化交流 同时为年轻群体 创造更多就业机会 1964年是中法建交 法国是和中国 第一个建交的西方大国 这个在当时被称为西方 外交史上的核爆炸 我希望可以有更多的 中法交流机会 希望可以更加推动 中国文化走出去 让更多的外国人 了解中国文化 青年的就业 以及对在法的企业 有一定的推动吧 让我们青年在这方面 有更好的就业 除了两国的学术和文化交流 一些受访学生也希望免签证便利 可以延长 以带动双边旅游和贸易经济 对于这次两位领导人的会晤 我是非常期待的 同样作为一个学生身份 我希望以后在学习 在学术交流方面 然后我们能够有更多的机会 可以到对方的国家去体验 不同的学术环境 还有文化 我也希望两个国家 可以开通更多的直航的航班 然后在签证方面 可能更加的便捷 环境福利药法 导致中国开放证 为两种旳 international开放 受访的法国留学生认为 中国的通讯科技 汽车和运输工业等领域发展迅速 加上中华文化底蕴丰富 很值得学习和考究 中国学生则是希望神州的美好 可以让更多外国人看到 马兴社电视综合报道